字符通知識寶庫 Hello 大家好 來到字符通知識寶庫 上星期跟一位有多重身份的朋友聊得很開心 上次歡迎你Kwaii Hello 上次已經由電台開始講起 差不多超過十年的電台工作經驗 然後裸詞跳出來 搞自己的生意 做過很多不同的行業 到最新的發展 就是去了餐飲業 但想問Kwaii 你也有提過 疫情對你來說是一個衝擊 就是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有感覺 什麼都不是 原來好像要去謀生 去戶口 都會有些困難 但飲食 我們眼見有很多政策不同的時候 其實都很大影響 為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 就想去加入呢 我也是這樣說 覺得人有很多事都要生活所需 即是你衣食住行裏面 都有一些事是必需品的 等於你買股票的時候 我都會選民生用品 或是銀行股 來投資的那些 因此我就想想 如果娛樂圈這邊 又關門了 要停了那麼久 或者我又不是在一些大公司 大機構裏面做 是單打獨鬥的公司 你受到這些疫情影響 可能那個影響是更大 有些什麼可以做到呢 因此我就在我的朋友圈當中 在想我有些什麼人 可以問一下 問一下他有些什麼可以發展 或者合作一下 那我就 對呀 我有個朋友 本身跟我一樣 都是做娛樂圈的 他以前都是唱片公司高層 他都是一個很出色的經理人 亦都帶了很多巨星 但他一跳離開了這個娛樂圈之後 他就設置了一間冰室 亦都有旗下有其他餐廳 或者是一些活動的場地 那我就覺得 咦 不如問一下他 取一下經 看看他可不可以收留一下我 那我就出來 聊天的時候 我就說 可不可以請我做洗碗 上次就說到 原來你就想著 所謂的由低做起 就一定要真的要洗碗開始 但是 你跟他說了你這個想法之後 他就來罵我 他說 你別傻了 你在這個娛樂圈浸了那麼久 你拿著那麼多經驗 那麼多關係 你怎麼會來幫我做洗碗 我不是貶得洗碗這個工作 但是我只是覺得 他說他浪費了我這個人去做這件事 不如想想 你幫我 在我的餐飲業裏面 用你的人脈 又沒有什麼可以幫我做 市場的事 他就說不如這樣做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也很喜歡煮食 我以前 我也說 我在電台的時候 我去學過一些 例如我做燒賣 做蝦餃 或者做餅 我都學過了 我真的很喜歡做這些 我剛好就有一間餅店 我本身想開麵包店 這個是其實一直都 他想做的 他想做 你也是有心想做的 剛剛 因為我認識 他問我還有什麼認識 那我就在想 除了人事上面 即人脈裡面認識 很多不同的人之外 我自己認識的就是 煮食 就是做麵包 還有做黑餃燒賣 他就說 他真的有一個餅店 就停了在那裏 一直都沒有人看 他說 你介不介意 你介不介意 幫我去做這件事 不如那裏我就 和你一起合作 突然間 頓時就是 我不用由打工 即這件事 即繼續去打工 我還是一個老闆 好像心態上 好像舒服了 然後我就說 好吧 不如一起去開展 這件事 但開展的時候 怎樣用我自己 商量學的東西 去擺進去 又是一個技巧 因為之前你認識的人脈 很多都是娛樂圈的高層 或者是跟娛樂圈有關的品牌 但是現在變成做餐飲了 你做商量 例如你怎樣可以找一些記者等等 去寫你這個包點 或者是這個鬚餅 你又要去再想 因為那班人已經不是那班 娛樂圈的記者和飲食百人 兩班 其實和財經的記者 都一樣是第三班 那究竟怎樣可以找這些人 去幫我做商量呢 又想 又是不停打電話問朋友 你呢 就做開娛樂 你認不認識 在附床啊 那些好像是有關的 那些蒼蠅啊 可以幫我介紹一下我的鬚餅啊 或是介紹一下我的產品啊 等等 又去重申學系 不過好的就是 你有一個名字在這裡 就是 Kawai打開 就會問這個問題 那些人就會 叫做快福一點你 快福一點 回應你想要的東西 但是聽你所講的 很多的 轉變的經歷 其實會不會是 都應驗了說一件事 就是識人真的好過識字 我很深刻記得 Kawaii第一集的時候 有跟我們說 當時其實都有曾經 戒懷過自己的學歷 是不是不足夠去應付工作 這一部分就是有識字的部分 但你之後都不斷讀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 正正因為你懂得人多的經歷 其實令到你無論想跳去哪裡 你都會找到人幫忙 可以這樣說 真是很幸運 我也很認同你說 識人好過識字 因為你很多在生活上的瑣碎事 你查得輸離 你查得輸離 你想得枉利 你都不如打電話 有一些專家 或者一些本身比較擅長這方面的人 去回答你某些問題 已經解決了 然後你再慢慢去看書 再去研究 去融合你想要做的事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沒得輸 所以我認識你幾好呢 我認識你就可以上到這個節目 是不是幾好 可以說一下 但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難免會有一個 好像自己的心理關口 就是覺得我被人知道我不懂 或者是要開口問 其實有沒有曾經一些小小的位置都有掙扎 也可能是一個身份的包袱 就是說 可愛的 沒有東西做 現在來問我 其實會不會都曾經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又沒有不舒服 就像你一樣 別的朋友就覺得 你是不是要玩 那些呢 以為是第二個節目 在錄音 你是不是在電話 你是不是在錄節目 會有些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這樣 虛心去問 其實有些朋友 真的會更加去肯教你 我發覺 人真的不要怕皇帝 不要怕樂一級 去虛心去下文 前人教過的東西 真的有些道理 你真的不要經常都以為自己是大家姐 你第一大家姐 就沒有人去教你 告訴你 真的 你都懂 小鬼教他 是嗎 真的 但你虛心去學習 虛心去問 他就 不是吧 你真的要問 他更加會將他自己的一些他學到的東西 去教你 如果你裝著 他就 他講一些假的東西給你聽 都未成功 有時候都會是這樣 但我覺得中間那個位 其實都很難去拿捏 你首先姿態上 就不能站得太高 但如果真的像一個完全門外漢 那樣 又被人欺負 對 這個自己都會想 應該是否讓他知道 我是真是白紙一張 尤其是創業做生意 當另一方 第三個人知道你什麼都不認識 其實會不會是 會有機會被人欺騙 我覺得會的 在這個商業的社會 真的會有這樣的人出現 但幸好就是我們在這個娛樂圈 你和我都認識了很多人 你都見過很多人 可能他們一個眉頭眼睛 或者他們一些說話 其實你都已經意識到 究竟他是講真話 還是講假話 還是他在耍你 還是他真的在擦你的鞋 而拿到你某些東西 這些東西 其實好就好在我們 在這個行業 我們認識很多人 和他們聊天的時候 就會知道這件事 意識到 快點意識到 你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你自己認識了他這麼久 你才會打電話問他 你打電話問他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人其實是好人 否則我都不會打他 給這個奸人問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 我暫時請教的人 都是一些好人 會不會是創業的第一個規條 要先找一個信任的人 可能是大前提就是 你要懂得分辨 甚麼是為之上不果 我覺得是很需要歷練 才會討得到 也有時候 在商業世界裏面 可能有些朋友 你看到他的專業操守 或者是他做生意的方法 你就知道究竟他是 專門找人著數的做生意 他自己不會吃虧的做生意 一定不是 其實他是公道的做生意方式 我現在合作的裏面 他真的很公道 有時他自己蝕 我才會想 這個人這麼蠢 他真的這麼蠢 他真的連自己的份都蝕出去 給伙計 我才覺得他是一個好人 我便說這個人真是好人 當你有困難的時候 你便可以請教他 所以其實是找一個對嘴型 也需要找一個性格上 價值觀上 真的能夾得到的生意夥伴 才能找他一起幫忙 不過卡威爾 既然已經跳出了 那麼多不同的框框 涉足過那麼多不同的領域 當中有些什麼領悟 或者現在已經是 真是叫做 周身都張張刀了 有些什麼啟發呢 稍後回來再跟大家聊過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知識寶褲Kawaii 看到你已經是成功 真是觸碰過很多不同的行業 我們先不要說究竟成就 因為其實大家很難去界定 我是否真的在這個行業當中 已經做得最成功 但是真是叫做 試過參與其中 只不然會讓一些外人 即是知道裡面的玩法 或者所說的遊戲規矩 電台傳媒行業 亦都是一些娛樂事業 和一些地產發展 跟著就到餐飲 其實這些都算是香港的主流行業 你覺得這些行業 怎樣各有特色 以及要用什麼方法 去跟他們相處 或者是跟他們去談生意 我先說一下做一些地產公司的項目 因為他們很有制度 以及他們也是上市公司 所以有些事情不可以只想 就要他們去跟你的意志 例如他們叫我去想一些過時過節 一些活動 我最初只是想在我自己方面 這些在爆牆 很多人一定會請他們來拍攝 這次的主題 可能原來他這次是跟花有關的 我便找一個男人來給他 那便不是不對 所以在那些時間都學習了 首先要聆聽 你要聆聽客戶 他想要些什麼 然後在你自己有的範圍 你的籌碼裏 怎樣可以給他一些新的元素 而又可以達至他有人流 他想做生意 他想有人流 他的商場 亦都想要在我的報道裏面 要出得大版 這些文化 這些學習都要 例如有一次試過 我叫我的設計師 你幫我設計一張海報 就要有這個星這個星這個星 還有今次來說是蛋糕 你便設計一張海報出來 誰知設計出來 那個人就彈了很多次 四五次都不斷叫我的設計師 改設四五次 我就去問他什麼事 為什麼 他才說原來他們有一個模式 就是他們的管理層比較喜歡 看下去比較舒服 他便會告訴我們 你可不可以用這些 pastel的顏色 不要那麼實正 可不可以用這些圖案 不要這樣 他們會這樣教我們 我才發現 真的 不可以是我們覺得適合他們 就先把這件事做給他們 聽客戶的要求是很重要的 很多時候 我想打工也好 做生意都是一樣的 就是 將自己不能放得最大 某程度上 是要配合 亦都要做到別人心目中的要求 但是你知道 傳媒人總會有些堅持 大家都會覺得 不是啊 我覺得 工作 或者我覺得這件事比較好些 會不會在你身上都發生過 我覺得這個A的方法是好的 要不斷地說服客戶去接受 或者說服藝人去接受 我也試過是這樣的 但最後通常的效果 都是要聽客戶說多些 有時我會怎樣做呢 真的我覺得A好好的時候 我會在那個論壇上面 先做了他想要的要求 但是到落場的時候 主持是我 我就會用回我少少的表演 我想是這樣記者才會寫這件事 我才會得到大家嘩一聲的感覺 我就做回我要做的事 但是當然所有主例儀式的 我是聽他的 是去到藝人那一段時間才聽我自己 其實這個工作 我覺得都很有難度 就是要平衡各方的需要 因為其實客戶方當然 就是要達到他們吸引到人物的效果 藝人可能是一個很明顯要宣傳的效果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媒體朋友 都需要有一個報導的角度 其實好像一個磨心 就是你要怎樣把各方的利益 就是你要先騙著他做了這個 然後他又不可以做這個 但是我又 那好吧我不讓他知道 那我一會兒才做了 那些有時都好像思覺失調 但是這樣是很重要的 因為始終他都是給錢你那個 他都是你的客戶 他想要達到他的目的 總之達到他的目的 他就沒事了 但我都發覺是這樣的 即是他一順了他就 哎呀很多人 那他做到他的事 他就不理你後面的部分是怎樣 但你寫出來的時候 他就覺得不行了 這個就是讓我們知道 多些行內 即是我們所說 做一些活動管理 一些小小的竅門 都比較近期一點 開始做餐飲 例如做包 或者是做餐廳的時候 遊戲規矩又是怎樣的呢 即是和我們過往的可能 又已經不同了 即是你沒有理由 是等個客人來到 即是說 我覺得這杯面前的飲料 我喜歡不喜歡 才去告訴你 即是整個的遊戲玩法 是否又不同 這個也是要學習 因為最初很多人都跟我說 一做餐飲 你除了你的partner之外 其實你怎樣都要找那些廚師 那些是要馬食他們 對 馬食他們 對 馬食他們 否則他們一走 那你就糟加火 這個都很新同感受 因為最初做餐餅 他和冰室一起合作 他做餐餅的時候 也是的 那位廚師他真的做得很好給我 亦都想完包裝 做買些marketting 在剛剛開始set up的時候 又做過很多展覽等等 都賣得挺好的 是的 都很多人支持 但是當廚師說要離開 要移民的時候 就站在這裏 因為原來另一個人去 搭配他的那條配方 已經是第二件事 原來烘焙的時間 或者烘焙在搓的時候 下水的份量 不一樣 都已經影響了你那件產品 你影響了產品的時候 本身客戶第一次吃的時候 覺得很好吃 所以他就來買 誰知第二三次的時候 為何越來越差 你要去控制這個品質 原來又是一個技巧 我現在跟拍檔 就是那些柱 怎樣可以令到他這條方 第二個做得好呢 會不會好像上次那樣 只有一個人會做這件事 是不是要兩三個人 會做這件事 就是會這樣 還有好像你說的 不可以等客人來到 覺得這杯飲料好飲料 你才去 好飲料好飲料 下次再製作幾杯 這些 一定要提前 已經要預備的很多工夫 或想法 例如我大埔另一間餐廳 我會做海鮮餐 海鮮餐 現在我們做了一個飲食 一個價錢 吃飲食 但是飲食 吃來吃去都是那幾樣海鮮 有什麼方法可以等 下次疫情 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開回晚市 你可以有什麼特色 一來就很搶眼 一來大家會進來 立刻光顧你 亦都在想這些方法 所以蘇餅也是好 或者是另外的餐飲也好 你已經要現在這段時間 在想一些下一轉的優惠 或者一些食品 去搶到生意回來 其實是提不到下來 整件事 當你真的要去做生意 跟打工可能有點不同 即打工 我會放一個假期 可能你事先安排好 那段時間的工作 錄音便可以 七至十幾天 就是我的假期 但是當你是一個老闆 一個創辦人的時候 其實你在想的 已經是將來可能是六個月 甚至乎是一年之後 會發生的事 即是要有一個遠景 所以我都已經在想 新的一些投資 或者是一些合作 例如跟餅店 會不會在疫情稍換之後 我們可以開間實體店 可以開一間實體店 變成有些人真的可以 可以拿到些包酒 拿到些酥餅酒 然後到另外 就在想做些貼地 因為現在看到經濟都一般 那有沒有一些餐飲文化 可以給到一些基層的朋友 都可以吃到很好味的東西 亦都可以拿走吃 所以又在想做一些 車仔麵 即是骯髒麵的投資 現在又在想 所以有很多時候 就是當疫情來的時候 真的很在乎自己的心態的調節 當然我們看到經濟情況 或者市面上接觸到的朋友 可能都是覺得熬得很辛苦 但如果在這段時間當中 一邊熬一邊想一個出路 其實我們是在找出路 所以反而更加應該要再正面一點 不過既然Kawai 成功接觸到這麼多不同的行業 亦都在傳媒當中 有儲了這麼多的知識 還有就是有很多 我們所說的 人物的關係網絡 建立得這麼好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什麼竅門 不如這樣吧 下星期再跟Kawaii說一下 其實因為人際關係溝通技巧 這兩件事基本上是人生必須要學的兩課 下星期再跟Kawaii談談